輸入BIO001 自動蓋出資料 但少了一個功能 就是如果把它刪掉的話 它應該要自動刪掉底下的 這個功能那怎麼加 基本上當然就判斷一下 你第一個是不是H3改變 是的話呢 再來就是H3裡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空的話呢 那就把底下這四個 這個工作出身格 把它整個把它清空 那當然寫法你可以一個一個清空 或者是整個範圍清空也可以啦 那如果我寫比較簡單一點的話 這邊給各位參考一下 基本上齁 我們原來原來是寫這樣子 原來是這樣 我把它復原一下好了 原來是call 那有沒有本來是有三行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我就多一個動作什麼 先再來是確定是第三個H3改變 然後再來如果什麼呢 那個Range 這個裡面是不是空的 那是不是空的VBA裡面有個函數 點什麼呢 is 開頭的 is empty 有沒有 is empty 就是是不是空的 那你用這個VBA裡面 這個VBA指的是VBA的這個函式庫 點喔 它會把VBA裡面所有的函式都幫你帶出來 這個比較方便 那你不打VBA點OK啦 直接打is empty也可以 然後呢 錢瓜糊 判斷什麼呢 判斷Range Range Range 哪一個呢 這個H3 所以你直接打 這個慢慢打習慣 如果就是把這個裡面 有沒有 把Range H3來判斷一下 它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它就True 反字就是False 那如果True的話呢 就執行底下的 那這邊你打一個then 一定會有一個then enter兩下 else 那else 實際上就是 else就是如果是空的 去就是清空嘛 那如果不是才去查詢 那大概就這樣 所以else的話 是那個call查詢 那底下記得再加一個andif 特別注意喔 這個結構 一定要慢慢習慣喔 這個配這個 這個配這三個有沒有 OK 那記得一定要縮牌 因為你如果不縮牌的話 你就會變成 常常有同學怎麼樣 突然給你掃這個 要不然就掃 掃什麼 反正就掃其中一個 就程式會發生錯誤啦 所以呢 切記喔 養成好習慣 一定要按Tab縮牌 因為你如果縮牌的話 基本上程式就一目了然 那再來就是如果它是空的 那我做什麼呢 把這個範圍 這四個儲存格怎麼樣 也清空的話 當然你可以寫Range H4等於空的 H5等於空的 反正就要寫四行 有沒有 你可以幾種寫法 寫那個Range 那個比如說哪一個呢 H4 H4 等於空的 有沒有 前面有寫過啦 H4 H5 H6 那要寫四行 那比較聰明的做法是這樣 就一個範圍就好了 冒號 H7 有沒有 這樣是範圍 剛剛是一個一個的儲存格 清空 那 不是等於空字串喔 是要點CLEAR 有沒有 CL CLEAR CONTENTS CLEAR CONTENTS CLEAR CONTENTS 指的就是選舉 按Delete 一樣的道理 OK 就這樣子 那它就會怎麼樣 如果裡面是空的 就幫我把它清空 如果不是 那就會收查詢 應該看得懂嗎 OK 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基本上 就剛剛做的 001 Enter 有資料 002 假設 OK 那如果Delete 有沒有 它空的 下面就清空 OK 所以這個的話 就 程式就 其實應該不難記吧 你看 程式很短吧 1 2 這中間 這個邏輯喔 我們前面寫過N遍了 所以其實慢慢就習慣 把這個程式 把它貼到雲端上 這邊 因為有一些是跨工作表的查詢 我把它寫在這裡 貼在這邊 給各位參考 另外 另外 把它加個顏色 加個外掛 這邊的話 就是如果空的話 那就執行這個 另外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說還有一個 就我剛剛講的 假如 這個把它刪掉 這個沒有 如果我刪掉 它其中的一個儲存格 那自動幫我轉換成 一整列的刪除 這怎麼做 其實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喔 一 做邏輯判斷 只要是 其中一個是空的話 那二 就是把它同一列的 資料給刪除 這還蠻方便 你按個Delete 自動整列刪除 OK 來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如果說我今天的 希望的效果是 假如我今天刪掉 這個地方的某一個儲存格 它就自動幫我把這個整列刪掉 好 那邏輯喔 特別是喔 其實如果是空的話 那我可以再 一樣在Change事件 所以我在這個底下 按兩個Enter 就在這個底下 然後如果什麼呢 如果 也是用VBA的那個 Is Empty來判斷 Is Empty 打一個 Is Empty就出來了 如果Empty哪一個呢 就是 我游標 改變的那一個 Target的點 裡面有一個屬性 叫點Value 點Value 點Value就是它裡面的尺 假如是空的話 意思說我把 我游標放的那個位置 按下Delete 就類似像 Is Empty 裡面那個Target 就是我變更的那個 把它刪掉的意思 Then 做什麼呢 Enter兩下再打一個 EndF 先把結構先打完 然後按個Tab鍵 做什麼呢 把 它刪 把那一列刪掉 那那一列刪掉的話 前面有寫過 Rose對不對 Rose Rose 刮鬍 哪一列 我不知道哪一列 不過你可以藉由什麼 Target 就是 游標放的那個 點什麼呢 點Rose 有沒有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透過那個 因為你 游標Delete的那個 當然你怎麼知道 游標Delete的那個 的列是哪一列 特別注意喔 所以 其實 這個Target 就是一個物件 物件裡面的所有 它能夠做的相關訊息 都在點下去這些 其實 如果一隻手拿著一個 文件就是屬性 綠色的就是方法 像Slash 我們前面講過 Slash游標放在那邊 一個動作 動作的話就是一個方法 那所謂的屬性就是 紀錄一些狀態 包含就是說呢 這個除塵格的列啦 裡面的直啦 或者是它的寬 然後高 然後顏色等等 相關的狀態 那都是屬性 OK 那也就是說 這個前面是一個物件嘛 點下去後面就是它的屬性 或方法 OK 點Rose 然後點Delete就可以了 這個前面有做過吧 OK 程式寫完了 就這樣子 加這三行 我們來試一下 這三行有沒有很厲害 因為我寫完之後 也不確定啦 不過我們來Run一下看看 不過你們在Run之前 我是建議 因為VPA 可能也不算缺點 它的特定是 它不像說你刪掉之後 Ctrl-Z會復原 VPA是不可逆的 它刪掉就刪掉了 你按Ctrl-Z還是叫不回來 所以喔 理論上我會先複製一個 東西 然後讓它刪除 不然的話 你整個就 按Delete看看 有沒有發現 這個呢 可以 這個可不可以 有沒有 就我剛剛那個效果 三行就搞定了 同學 其實這個也是某個同學問的問題啦 不過大部分同學問我問題 我都是抱持那種 叫你先想想看 你如果沒有想一想喔 你不要直接 因為有些同學 沒想過就來問 然後我就給他答案 好像每次就是變成我 就是給你答案 然後你就是好像 後來我發現好像不對喔 變成是我在 好像都變我在寫了嘛 你都沒有 所以我就說 你先想想看 不過他也真的很認真去想過了 想完之後 欸想不出來 想不出來 好啦那你實在有人認真的 那我再來給你一套 其實我也不確定啦 但是我 有些可能我也沒有想過的 但是我都知道 為什麼怎麼寫呢 因為我可以透過那個物件 的屬性跟方法 配合邏輯 我就可以把我要的效果做出來 即便我從來 因為他想的這個問題喔 其實我以前也沒做過 OK 那沒做過沒關係啊 很多東西本來都沒有做過啊 誰每個程式都會寫 不可能的喔 所以呢 主要還是 不過當然你們剛開始 會有一些問題 是你們對於這些東西不太熟啦 不過你會發現 剛剛那個效果 你可能直覺會覺得 應該會寫很多東西 其實不用 關鍵點 只有這個什麼 It's Empathy 有沒有 然後呢 裡面判斷一下 資料是清空的 如果空的 那還有一個target點落 把那一列給刪掉 這三行就搞定 OK 這個額外補充一下 應該也 不算太困難 不過 切記就是 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記得 額外複製一個範圍 因為你如果Ctrl Z的話 他是 無法 讓你 復原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個是有關那個 VBA的相關應用 我覺得是還蠻有趣的 因為主要的是 他可以讓 本來函數做不到的功能 可以變成做得到 有些東西真的喔 函數你怎麼做 Excel裡面就是沒這個功能 那怎麼辦 沒辦法 就只好用VBA來做 所以VBA的彈性是最大的 好